105年10月1号的一场好大雨 造成同门一号隧道落实摊坊 影响到了农民连外运输的唯一道路 寿林乡民代表蔡培火 透过乡公所以及立委孔文集 澄清反应 历经了5年多 终于核定发包失作 为了和村民沟通 立委孔文集乡长王玫瑰 寿林乡代表会副主席联美会 寿林乡代蔡培火连一龙 听取县政府建设处的说明 预计在8月中动工 105年10月1号的一场桃大雨 造成同门一号隧道摊坊 影响到同门村农民们的经济产值 秀云下面代表蔡培火 并且向秀云相公所提案 同时也向立委孔文集曾经反应 经过5年多的时间 终于核定经费在5月中发包了 为了要做好事情的准备工作 21号并且办理说明会和地方沟通 立委孔文集20号晚上搭高铁来到花莲 21号一早来了解所有试作的过程 今天来到我们花莲县秀林乡同门村 来听取花莲县政府建设处简报 木骨木鱼的道路的灾害工程 这个灾害是从2013年迈德姆台风的侵袭 一直到现在已经8年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2015年的时候 6年前 那个时候我跟蔡代表跟田村长 我们有来看过 那整个民隧道都垮下来 那个整个边坡都垮下来 可以说非常的严重 造成我们现在部落 我们原住民的这些产业呢 一个相当大的打击 所以我们原住民很多在以前在那边卖那个农特产品的 都没有办法继续做生意 已经延宕了差不多有8年之久 到今天才来办一个施工说明会 那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公共工程委员会 他们核定了1亿7千万 给花莲县政府建设处来执行 所有的经费都是公共工程委员会 都是中央的 后来结标金额是1亿5千万 将来呢要做一个53公尺的民隧道 还有这个挡土墙跟边坡 挡土墙跟边坡呢 就将近8千多万 所以这个工程的这个经费呢 主要是在周边的 这个边坡跟挡土墙的 环境的强化 那民隧道呢 也差不多1千6百多万 总经费是1亿5千万 所以我们村民也都非常高兴 村民们则是感谢立委孔文杰的争取 让农民们有安全的产业道路 来增加农民们的经济产值 我们很感谢孔立委帮我们争取到这条路 因为里面都是 我们都是那个原住民在里面 种一些蔬菜 还有生姜 农作物都是在山上 我们这是必经路径 所以还有的人也是住在山上 很感谢孔立委能够帮我们 说开通这条路 立委孔介表示 同门村民隧道工程总经费1亿7千万元 全部都是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全部致应 这5年多来一直强烈的要求争取 中央单位换县府 也和地方村民们沟通 5年多来的时间终于如愿以偿 工程四处的实践 一直在白夜中动工 记得请你请教授 发明了 ug兰 Huh сним